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1949年 八月在上海 大概考进这个燕京大学插班 燕京大学当然现在就变成北京大学了 我住在一个地区 就住在卫明湖旁边的第二食堂 所以1978年 我去访问中国的是唯一的一次 访问北大 实际上就是燕京 我特别从卫明湖走到我的第二食堂 进去转了一下 所以我的燕京的回忆有半年 是非常宝贵的 我很珍惜它的 我当时读书的时候 大概跟了三个先生 一个是热熊熊先生 人文件是以宋寺为著名的 可是那一年它并没有开宋寺 它开的是中国近代史 大概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以后 有新的需要 近代史更重要 宋寺就没有开了 它用的近代史用的教科书 但是我还记得 五波写的 事实上我才知道 就是五文蓝 三文蓝写的 但是这个书 现在有没有 我都不知道了 那当时 从某一特定观点写的 官方观点写的 不过聂先生 并没有照书讲 他讲他自己的 他研究各种各样的人 研究他们的专辑 比如讲曾国藩 讲太平天国 他都自己另外做研究 把每一段重要的事实 都很压要地呈现出来 所以他是很认真的 但是后来我走以后不久 就听说他出了毛病了 那时候不知道了 所以他是我很感念的一个 另外一个先生 我跟他比较熟的 就是 翁杜杰先生 翁杜杰先生是研究原始的 研究蒙古文的 那时候也研究过满文 他是福建人 一条腿大概是断了 不清 不良形的 所以叫 大概名字就叫独建 但是他是很聪明的 他对西方东西也看很多 他那时候教的是历史哲学 用的就是普拉罕诺夫的 一言论历史观的发展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 英文翻译 看到其他东西很多了 但是他用的是 他教的时候也就是拿那个做个教本 主要是讲西方思学思想的某些变化 也不是完全给我们宣传 唯物史观 或者辩证唯物论 他反而要我们要读一读 像罗素的 刚刚出来不久的 思想西方哲学史 因为罗素西方哲学史 也是号称 要以社会背景做基础的 这就是你可以看出来 我也说 当时受的影响也在这里 对不对 觉得从社会背景 要看思想很重要 所以翁先生也是我很感念的人 另外就是系主任齐斯河先生 齐斯河先生 研究战国司 他说美国的研究是封建 所以他是对封建 西方封建真正有了解的 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封建 根本是用马克思的 庸素的马克思主义的讲法 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封建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是统一王朝 统一中央政府的封建 封建一定是分封的 一定是诸侯分头的 不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如果有一个强大中央政权 就不可能叫做封建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东西 不过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 长期以来封建两个字 就是在我们嘴里 实际上是乱用的 我们说是某人封建 某一个想法封建 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话 说老实话 只是说这些说法是 我们不能接受的 是这样说的 并不是封建的问题 封建不能概括任何东西 总而言之 这个 齐先生对西方史 对欧洲史 对美国史都有相当研究 所以我在他里面对西洋史方面 也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 但是我只有半年的时间 很快就离开了 我到香港以后 那时候是来看我父母的 他并不想准备长待 可是后来我父亲的连接比较大了 希望我不走 我后来还留下来 留下来我父亲就是 现在钱穆先生 在这里办一个书院 叫新雅书院 因为我住的地方 只有大概走路也不够 只有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 所以很近 我就去参加了 这个 金雅书院 第一次看到钱先生 钱先生我当然早就文明了 不但早看过 读过他的 《国师大纲》 也看过他的 这个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我写一篇文章 讲墨子的 墨学的 这个 这个 心衰考之类的 还参用过 钱先生先听诸子西面 所以我对钱先生的书 已经有相当了解 同时我也重新看过 《胡适》 《梁奇超》 这些书 所以 跟钱先生那里 一去 就他来 出题目来考我 就让我写些 我念过些什么书 怎么写什么经验 他也看得很满意 所以 就变成了 新亚书院二年级 下学期的学生 就在 所以我在新亚念了 差不多 这个两年半点了 但这两年半中间 以前 因为没有钱的关系 到处去找钱 有时候要到台湾 一下去 几个月不回来 后来 第二次去 头发打破 差点死掉 等于我毕业的时候 他都没有回来 但是他回来以后 我私下 我在班上上课 当然得好处 但是 那好处比较少 因为他们那时候 老先生 心里 心里也不很平衡 但是 讲课呢 当然就是 有时候就牵涉到现实了 可是私下 背后去看他 他总是跟你谈学问的 而且谈得 很确实指导的 所以我看 我读这个 郭斯大纲 做详细的笔记 每次给他看 跟他讨论 一件一件讨论 当然不是从头到尾 我讨论的地方相当多 所以这里 我认为我在私下 跟钱先生接触 得到他的好处很多 得到他的指示也很多 因为我早期 当然是 是受无私以来的 这是一套想法的 就是 成为中国叫做启蒙的 启蒙运动的 一些想法 这是西方式 所以从来以后 我才慢慢改变到 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 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 我觉得 我觉得 别人觉得 觉得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好像 我谈到中西文化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 两边冲突的不得了 一定要 不是 你死就是我活 不能并存 这实在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 但是我很早就没有了 其所以没有原因 就是跟钱先生接触 而前面又经过 梁启超胡适 这一套新的想法 然后 转而看到 中国文化也有价值 中国文化并不是 需要消灭以后 都是障碍 你才能现代化 你才能做一个现代的人 这在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 可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 一直到最近 就是我就看到 比如说像 像这个 你死去不久的 这个 这个 李胜之间 我跟他也很熟的 他就是看法很明显的 他觉得 要谈中国文化 这个没办法谈现代化了 也不能谈民主 也不能谈人权 我认为不熟识 中国人也有中国的人权观念 人权观念跟西方 也并不是相违背 中国虽然没有民主 但是并没有反对民主的说法 中国是那个 孟子的所谓民本主义 跟民主相差也就是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因为条件不同 民主在西方它是小城邦 希腊城邦开始发展出来 就是说后来在意大利也是城邦 中国这样一个光头著名的大国 史上做不到的 所以我想在某些程度上 我曾经写过讲科举的意义 科举的意义就是要在地方上 有代表性的人 所以这个考试是等于 某一种意义上 是有地方代表的意义 所以它每一个汉朝要找取民进性 所谓的协量方证科目 每一个郡也十万人就有一个 二十万人有两个 这都是有代表性的 它不光是知识的问题 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 中国并不是说的没有 完全这个愚昧无知的 有皇帝一个人操纵的 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些东西我要不跟前先生 大概就没有这样亲切的认识 也不肯定认识 反正皇帝专制一句话就完了 那太简单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前先生这几年的训练 后来跟他做研究生 而前先生的好处 他根本不干涉我 比如我写《四祖大姓》 东汉这个做研究题目 他也不干涉 他是看你怎么写 对不对 后来他很欣赏我这个书 后来文章 到美国还让我重新改写 写得好 差不多有五万字 在《新亚学报》第一件 第二期出版的 已经五六 那是很早一篇了 那的观点跟前先生 《四祖大纲》实际上 没什么很大关系 说我并不是发挥他的理论 但是也有受他影响的地方 比如说我就讲重视 我们不光是看社会的变化 要看文化 这个政权之所以 后汉政权 光武政权之所以能够成立 他有文化这个层面 就是其他当时竞争的人 说没有的 你看所有跟他竞争的人 当时群雄并起 在文化程度 最尊重儒家学说的 就是汉广武 他能用的四大夫 也是他最能用 最能容忍 所以这是文化的背景 你要看东汉政权建立 这就是我早期 慢慢有自己的观点出来 而这个观点也跟前先生有关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老一辈人的影响很大 当然在那个 在新雅书院我还受到 唐君一先生的影响 唐君一先生是 所谓是熊师利弟子之一 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直接的学生 不过是相当重要的 有关系的 熊师利与陆路有提到的 另外像摩东山那时候 还在台湾还没来 所以严格讲 这个所谓现在 在大陆上也很红的 新儒家 事实上唐先生关系最大 因为唐先生 那个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那时候我们看的是 这个相当多 看的人年轻人看的相当多 不一定完全接受 但是他提出的问题 我们不能跟着想 所以我对新儒家 研究这个中国思想 研究中国哲学 也不能说 没有受影响 但是我这个影响 就是我还 我是比较历史的层面 看得更重一点 抽象的观念 我还放在次要一点 所以这之间 也还有些距离 所以唐先生后来 我在美国他也来访问 我还陪过他很久 到处看 到处访问 某些教授之类的 所以 所以我在新亚书院 可以说切除两种力量 一种力量是以前现在 为代表的旧学 因为前现在完全是 自修出来的 他没有受过 现在的这个大学教育 只是中学都没有毕业 中学他因为他后来 他是反抗 不肯去救 不肯这个 接受校方无理的决定 所以他不肯毕业 他就变成没有毕业 完全靠自修出现 是不是 这是一派 中国老传统 另外一派就是唐先生这一派 唐先生这一派 跟我五四的讲话 刚好是相反的 因为胡适的观点 当时科学和玄学论战 科学和玄学论战 1922年 二二二二三年 唐先生可以说是 属于玄学鬼了 那当时 叫定文江他们的用法 但是我也看出唐先生 有他的好处 他是一个很受黑杆一派影响 他像维心论的 而且對西方的東西非常深入 雖然沒有流過血 完全是自修的 對西方這個新時代論 比如說呢 當時這個新時代論 因為這個金月齡提倡的關係 也因為馮友蘭提倡的關係 在中國哲學家一度也很有影響 就是唐先生也接受這些說法的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我這唐先生的影響雖然沒有那麼大 但是雖然我跟他之間 這個思想上可以說距離還是相當地遠 可是不能說沒有受他的好處 所以有受的好處你是不知不覺的 而是當時不覺的 可能幾十年以後慢慢發現 像張浩當初對於這個 他受了英海光的影響 非常反對摩東山這個這個 這個唐靖一這些人的 可是他在美國來以後 跟著我交往很多 我總是向他挑戰 我說你這些書你都沒看 你就罵人家 對不對 你先看完再說嘛 所以這樣他才慢慢對這個 西儒家也有同情的了解了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 這個學問不能這樣子 深顧畢句 就把別人就排斥在外 也不留餘地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很好玩的 是跟蔣介石的一個 一個侍從人言說出來的 這是洪維廉先生 洪爺先生告訴我的 他說這個 他說蔣介石看了這個 這個 這個蕭依山的清代通史 就問蔣介石 你看這個書 你有什麼意見 就徵求他 因為蔣介石 有關清代史嘛 蔣介石大人把這個書 批評了 提供萬福 後來蔣介石 這個 這個 蔣介石走了以後 蔣介石 跟他的 秘書說 他說 蔣介石現在不會練書 他說看人家的書 進去看缺點 那好處看不到 這個 洪維廉先生認為這句話 他很有智慧 雖然是 蔣介石是個政治人物 也不是念書人 不過這句話 是有智慧的 就是你看人家的書 如果進去看全是缺點 沒有一口可取 那你自己一點好處 就沒得到 對不對 所以蔣介石就看到 這個 這個 蔣介石有些好處 比如他這個 刁拔政策對付共產黨 他實際上是從 蔣介石講 念肥那裡開始的 那是 這就是 讀書的好處 我們現在不是 我這裡不是談政治 我這談的是 怎麼讀書的方法 所以讀書方法 我們要集中 不要去看人家毛病 也要去看人家好處 因為看人家毛病 就是 就想 就想 顯佩自己 叫自己比別人高明 你為什麼要 實時有一個念頭 要覺得我自己 要比別人高明 對不對 我覺得這本身就是 一個大問題 所以這就是中國 從前 讀書人要講道德修養 這個道德修養 不是說真的 怎麼道王安然君子 就是要有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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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適當的認識 對別人有適當的尊重 這是我想 相當重要的 所以我 這是我在香港的時代 所以 當然我第三個階段 更重要的 就是回到 到哈佛 所以我在哈佛念書的時候 最初 我並沒有 念 楊先生的課 因為楊先生 教的一般通識的課 我已經 自己 以為已經是 相當熟悉了 我除了沒有看 汉學著作 所以後來 就在第二學期 我在選它制度是 比較深一點的 前面我都學的 像羅馬社 像西方政治思想社 我剛才講的 就是歷史哲學 我說 那時候我到美國來 我覺得我 大概念完書 還回香港去 所以根本覺得 應該多寫西方東西 這樣子 你才不至於 孔如寶珊 所以我對西方的東西 一直保持很高的興趣 是到美國來以後 當然在香港 已經開始讀著 讀著書了 我香港有兩個地方 念書的 一個是美國的新聞書 它有個 它的書相當好 另外一個是美國 英國的文化委員會 叫British Council 也藏了很多書 你可以借的 這是我看西方書的來源 因為新亞 根本沒有圖書館 也沒有書 所以在哈佛這幾年 當然 到後來 專門寫博士論文之類 當然要進入中國 那就是蔣先生送我 葉思 從頭到尾 我跟他的 就跟他的最大的好處 就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批評家 他能看出你任何一個 有毛病 有漏洞 他就挑你的毛病 跟漏洞 這個跟我剛才說的這個 蔣天福 我罵人家書以前不止 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成品 這是個學生 在西座中間 先生是應該挑錯的 所以這樣子 你就曉得 你要怎麼保 維護自己 你要建立一個論點 怎麼樣才能建立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 就是這個 而且 楊先生對於現在的 不但是中國原來的 典籍很熟 對於原來的 中國這個 近代發表的 學報 專書 都非常清楚 而且對西方這個 漢學也是如數家珍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說 我從前先生那裡來 有一個毛病 就是我們只看元素 看何漢書實際 三國志之類的原本 現代人著作的不屑一顧 西方更不用談了 所以這就是我補助 在想現在得到補償 補習 補足我過去的補足 就是過去太輕是西方的東西 太輕是現代人的東西 所以完全直接對古書來說結論 比如我寫第一篇文章 這個講東漢的東西 當初根本沒有 沒有參考什麼 現代的書 就像楊先生告訴我 我寫過 我寫過東漢的好組 你看到沒有 沒有 還有日本人 他說東漢好組 還有很有名的文章 我都不知道的 我連楊先生這個人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香港 根本沒有人告訴我們 海外有些什麼東西 這就是 中國話叫做井觀天 人不能做井觀天 你要出去看看世界 看看別人 就等於唸書人跟做生意人一樣 要知道市場行情是怎麼樣的 你完全不知道行情 你做書人一定失敗 所以從這方面講 我覺得在楊先生那裡 我就補了很多的課 當然最重要的是他那個批判的精神 對你這個 某一個論點 說話 有問題 他馬上就給你指出來 所以 因為他有院博的學術者技術 但你去再看看某一個 某人某人寫某一篇文章 跟你有個有關係 所以這就是 說 我就是現在的訓練 跟從前老一代不一樣 老一代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什麼看法 不過你要講嚴根旺先生的回憶 他第一次見了錢先生 他寫了關於秦漢的東西 秦漢這個地方政治 錢先生也說 你現在還有些人 這個像錢大新的 這個清朝的一些考驅的東西 你都還沒有看呢 這事實上也就是楊先生的意思 當初他們要看清朝人的東西 看日之路 看錢大新的仰心路 也是等於我們現在看西方的 漢學著作 或者日本人的漢學著作 中國人的漢 中國人的現代研究 所以這是在楊先生那裡得到好處 那洪先生也是一樣 洪先生不但那個 洪先生還是 另外一方還是老輩 他雖然是在美國 教會學校出身的 可是他回去以後 非常 這個 這個 注重 補中國的弟子 所以他最初寫的東西 還沒接觸到這個 中國的軍事 最早寫的 是 好像是個衛修院的考證之類的 後來他慢慢接觸 這個 變隱德以後 比如像唐詩了 像度詩了 後來他研究 杜芙 對不對 研究禮記 還得獎的 在法國得獎的 所以 所以你跟 常常跟 跟這個洪先生接觸 你就得到很多好處 而且他非常認真的 有時候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他討論 這個論語上 所謂 武當之小字狂簡 狂簡兩字什麼講 狂是 狂妄的狂 簡是 漢簡的 簡素的簡 這是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他就跟我寫很長的信 我還記得 所以這裡可以看出來 你得從老人 老一輩人中間你看到對學問的認真 你 你小的你不能苟且 不能說隨便 隨便 瞎說八道 也自己完全不負責任 所以這個怎麼樣負責 這是很很重要很重要的 這個 一路發展 當然我接觸的人 還是有限了 像胡適我就沒見過 胡適只是看看東西 看很熟的 他在紐約 我也沒有機會去看他 因為我也沒有這個 看名人的這個習慣 我覺得好像去看個名人 我對任何人也沒有崇拜感 只是很佩服這個人 也不是說這個人崇拜不得了 我非見他不可 還好像看他明星一樣 那我始終沒這個感覺過 我對任何學者 不管是誰 就包括陳英雀 我很佩服他 但我也不是說五體頭地 他說的我都接受 也不是如此 我只是想把它表彰出來 他某些隱蔽的地方表彰出來 最近我看到廣州有個人 你看上面那兩大本 寫著陳英雀的這個詩 就是以我為主題的 就講我 我就講 我怎麼講陳英雀 他就跟著講陳英雀的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 陳英雀我也可以說得到 很多好處 那陳元 陳元他的書沒有 幾乎我沒有不細看 因為主要原因是 我父親是陳元 在燕京大學的學生 我父親跟陳元先生念書 從最後說四論文寫的是劉志吉的史學 就是史通 就是陳 洪先生後來專門研究的史通 想把它翻成英文的 所以我跟洪先生等於我的泰老師 對不對 我等於是他所謂小門生了 所以這個這個 對於這個陳元的來講 所以後來我看到 我看到陳元的孫子 這個 我覺得很親切的 他在美國來的時候 我可能還有一些來往 他也到我家來過的 我對陳元先生也是一種 也很敬仰的 當然我知道他 他有他的特別的長處 對不對 但是他也有他的限制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我對老一輩的人 自己認為能夠知道他 每個人長處在哪裡 而不是去挑他的毛病 所以我對於這些老前輩 都沒有這個什麼盲目崇拜 或者人身崇拜這種 這種觀念出現 我覺得前一輩人有前一輩的好處 你必須學習他們 就是劉正所說的 所以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才能看得遠 對不對 他們這些在中國文史研究 都是所謂巨人 所以他們巨人肩膀是很要緊的 你沒有巨人肩膀你看不見的 從這裡 所以這樣學術才有發展 你要都是盲目接受前面 平平公衛老師 維護老師任何一個觀點 老師觀點明明可以修正的 你也拒絕 那不是幫啊 老師你是害老師 害到人家越來越罵了 所以現在我就看到有許多人有這個問題 對於某一個人很有感情 很崇拜 但崇拜到某一種程度 到盲目的程度了 反而害了這個人 反而別人會對這個人起反感 你說最近有人 我看大陸寫這個前中書的 有時候就寫得過頭了 把前中書變成一個無人不罷的一個人 完全高傲自詩 什麼人都看不起 陳忠賢也不是那樣的人 是不是 他有那一面性格 但是那一面性格也不值得提倡 是不是 他也不是三頭六臂 他有他的特別長處 他是記憶力也太強 理解力也很高 這讓人很難得的 讀書又用功 讀書之多也是很少人能見到 也能趕得上的 是不是 可是要真說他是超越任何人 那也不可能 所以我就說 對某些人 就包括自己家裡的人 對自己的親人過去了 就是 你尊敬放在心裡 不必行之於閉默 所以我們對這樣一個態度 我想就可以接受前面人的好處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這個 從這一方面看的話 中國這個老傳統 是由它 是應該聯繫下來的 我最近就是去年 我在日本人請我去參加 他們那個中國學會的 聯繫 那是他們一個關於中國研究 最大的一個會議 中國人在那演講 好像只有80年前不是在那儿讲过 那是1927年 虽然我去的时候是2007年 整整80年以后 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在那里我就是讲 我研究思想是几个阶段 只是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问我怎么样研究的 我就是从先行一直到明清 所以这就是后来 你看到这篇文章 这个讲演基本上是跟您当时的录音记录 不是录音记录 这是我先写的 因为日本人他要看的文章 他才能翻译 所以他们非要写出来不可 所以我就初步写出来一个稿子 我讲的时候可能比这强提 但时间也不多 也只有一个多钟头 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研究中国东西 由于现在面临 这个一百多年来都面临一个困难 什么困难就是我们不想从前 老先生进食自己这种方式研究了 因为我们进入所谓 现代的学术 现代的学术阶段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提的问题 我们研究的方式都慢慢的跟西方融合为一体了 就很难分别了 事实上都是用西方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东西 这里面就引起许多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学祖师里 就是你把外国东西当做一个模式 要把中国材料尽量的剪裁放进去 那是很容易的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 拿一个任何西方的理论 把中国材料放在一起跳出来 也不管跟其他的部分的矛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研究 中国史学特别是五四以后 遭遇到最大的困难 五四之后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还是基本上 还是接受了全家这种研究 找一个专题 这样子就比较问题小 如果你要想解释全中国这个历史 从古到今从孔子 甚至于孔子以前 一直到现在什么演变 怎么变化 又是什么阶段 那就很难跳出西方 已经有的西方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根据西方历史造的 西方的希拉、罗马、中国 文艺复兴一直到现在 它有它的阶段性 这个阶段性我们中国没有的 你要把它就是把它勉强分为 过去分为古代、中国 早期近代或者现代 这都是非常勉强的 因为中国不一定要到这四个阶段 虽然这个中古、上古 这种名词是都是有的 但是没有做一个阶段性 所以这就是从前 我跟许多国内的朋友 比如说刚刚过世的王安华先生 他很同意我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要在中国史料里面 自己找它本身的脉络 找它的脉络以后 你才能追溯中国的历史 不管历史研究的是政治史 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想相当重要的 今天我们要想打开局面 一方面也融入现代的 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式 另外一方面又不为西方的 某一些模式、继承的模式 所限制 或者变成给它做助脚 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 否则的话 你找一个西方的公式 填中国材料 那是最没有意义的 而且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做的东西 我想三五年以后就没人看得了 学术价值了 就不下去了 传统的五个社会发展 是啊 您在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试图突破这个方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 像我年轻的时候 人总是野心勃勃的 希望各方面都照顾到 所以我早期 比如说我在新亚研究所 跟这个全木先生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 我主要是对社会经济 是比较有兴趣 社会经济文化 所以我写的 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 差不多有五六万字 那时候就将东汉 师祖大型的建立起来的 跟社会的变化的关系 跟东汉政权的关系中 那个时候当然也受了所谓 我们现在讲 马克思主义这套影响了 也希望从社会基础 来看上层建筑 但是我没有接受那样的公式 我只是说应该也注意到社会方面 因为社会方面也影响 也影响人的对文化的看法 甚至于对某一种政权 要靠什么势力 这个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要根据原来的史料去重新建构 所以我做的那时候早期是走这样一条路 不过到时间越久 特别到美国来以后 慢慢的对于社会 对经济什么某一种下层建筑 对于上层的影响 这个观点越来越薄弱 甚至于倒没有了 现在不是我没有了 就是现在你要看看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派 像前十几年流行的叫做新历史主义的 这个新历史主义 根本就不承认有上层建筑了 根本没有这个分别 所以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我一个人变了 大家都在变化 目前我想我们看的历史就是多方面的 我想每一方面都可以进入 进入以后你如果其他方面 如果能多进入几个方面 我本来的想法是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 我都要进入 然后看看跟思想那样关系 就是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 但是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特别中国历史那么长 所以你只能再找重点 所以我找的重点 就是基本上说 第一方面要注意中国历史的 长期的这个连续性 因为中国这个连续性 跟西方比是很明显的 所以西方历史 你可以看很清楚的阶段的发分 对不对 你从希腊 罗马 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到中国又是另外一个 完全一个阶段 文艺复兴以后 面貌又一变 再会跟宗教革命了 科学革命了 工业革命了 民主自由运动的起来 但是中国看来看去 都是好像人家说起来 都是朝代变迁那样的 好像没有变化 都在循环 那也不对 是吧 就是朝代循环之说 根本不能成立 就是朝代本身是一个记录 但是那个本身不是阶段性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研究多了 大家也得到 从中国 西方 日本 特别是日本 因为这个汉文比较好 比西方学者要占一个线 所以他们的研究 慢慢也影响了中国 对不对 包括这个 从前 陶希盛先生变得实惑 在时尚也是受日本影响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 根本都是在日本来的 所以从那这方面 你就可以看出来 日本人许多研究 比如说把唐宋 变成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这个几乎在日本是 人人都知道 现在中国人也有许多人 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唐宋变革论 对不对 唐宋是一个大变化 实际上明清也是一个变化 但是明清是 还是 这个本身不是两个朝代 两个朝代 但是这个 从社会 经济 文化 各方面看 它有联系性 但是明清跟前面比 十六世纪以后吧 是有大变化 比如说 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 得到一些结论 最早的从孔子讲起 那时大家都承认 是春秋战国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变化 对不对 然后秦汉建立 又是另外一个变化 算是未尽 中国分裂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是 永远是统一的 也不然 你要看 你要看中国类似 分裂的阶段 时间 加起来 比统一时间长得多 至少差不多 对不对 因为 因商还不能算是 真正大统一 对不对 真正统一还要秦以后 所以 在秦以后 你想想分裂时间多少 就是南北朝时代 是不是 我 这个 这个 五代 十国 这都在 都在变化中 是不是 北宋 南宋 南宋 这个 是让大家说是南北朝的 是继续了 对不对 第二个南北朝 所以 分裂跟统一 这是政治上的 政治上的意义 并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还是看到文化 经济上的变化 经济是因为 直接关系生活 并不是经济决定的文化 但是经济对文化 是有直接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我研究历史想强调的 就是希望从各方面来看 不一定从 我讲的几个 我刚好研究的几个方面 对 别人要从不同的方面 我想同样可以看到 某些变化 这些变化 如果研究多了 融贯起来 我们就可以成一个 一个大趋势 就是 外国人叫 Grand Narrative 这Grand Narrative 不是不变的 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它是 永远开放的 如果我们研究多了 那个系数 就要改变 这个就是 这个改变就是 史学的进步 而史学的最大特色 在我看来 就是它本身 不是一个 单独的学科 而是要吸收各种学科 包括自然科学 包括社会学 包括哲学 所以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社会政治学 经济 因为既然有关的人 有关人的活动的研究 都可以跟 历史都可以用得上它 所以这个历史 是一个综合性的学 一个学问 你这个后面的准备越多 你的研究的这个条件就越好 换句话说 你观察的东西 就多了很多眼镜 如果只有一副眼镜 你就看出一个面貌了 如果你有很多眼镜 你随时换着看 那就可以看出不同的面貌了 可是在不同面貌中间 你可以看 可以找出中国历史 某些大的变化 大的阶段 我想这是我们要建立的东西 而这个可惜 我们现在 从五四以后 想是这样做 但事实上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原因是很多了 其中一个就是 我想意识形态的 这个 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太 距离于某一种一家之言 把西方的一家之言 变成普遍真理 变成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想这里就发生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是 不要跟西方任何一个调子 起舞 也不必是故意跟它为难 只是我们要先看大量的资料 在大量的资料中 总可以看出许多变化的线索来 比如说我研究这个 明清这个世上关系 就是从各种文集 各种笔记 先看出来这些变化 然后才讨论到 这个商人阶级怎么兴起的 为什么 世上就变成这个 密切相关的了 商人家庭出现了许多练书人 练书人中间 不成功的去下海做事 清商的也很多 所以就包括这个 九十年代 中国知识人下海这件事情 也都可以说是历史上有 前面有根据 所以从这里就是要看出 中国自己的线索 但是这个不表示 你一定要套说中国历史 也要经过什么封建 到资本主义之类的 资本主义根本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这是西方所独有的东西 它有法律问题 还有宗教问题 种种加在一起的 不是中国人做生意 就有资本主义的 中国有的 跟西方有共同东西 有共同就是 可以说市场经济 或者很复杂的市场经济的变化 是双方都有的 你可以把那个市场经济统一起来 讲西方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中国的市场又是怎么样的 但是你不能说 中国也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事实上没有这个资本主义阶段 也没有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我跟大陆学者距离很大的地方 我想时间久了 并不是我要剥它们 我想是站不住的 当时那些那些东西我都细细看过的 里面都有许多都勉强的很 都是硬把西方的东西做指导 把这个材料勉强去凑合它 这样凑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不成熟的 当时讨论农民企业 土地的国有形态 是啊 是啊 这就是当初 反右时代有人说的是五把刀子之类的 或者说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 所以1978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又开始讨论历史分析的问题 那时候我就觉得 实际上是同样的话 在不同的季节出现 并不是有不同的话 所以这就是完全用西方某一种理论 这个很自然的倾向 因为你如果 初步 对西方东西也不熟悉的话 你很容易说 拿一个提成公式来套吧 因为这个是 从我们接受了这个 大尔文的进化论以后 后来又加成 像斯宾斯宾赛 就是这个社会进化论 就是很容易接受一种 一种所谓实证论 像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的孔德 就是这个所谓Possibilism 就是实证论 把人类似分成几个阶段 什么神权 什么军权之类的 或者是 或者是 与列的农业 工商业 这样勉强的分类 我觉得是很明确 是很成问题 就是不得拿来 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指南 可以参考 所以我认为是 可以研究 我们研究中国 首先也要参考西方的模式 但是不是接受它的模式 刚才您讲的大部分 还是我们以这个中文的 华人学者将来所做的努力吧 这方面当然在台湾学者 做得比较好的 大陆的年轻学者 也在不断的转换 我们的一些著作 带动了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个 一种 但这个跟西方学者 本身研究中国学 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相当有差距 西方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先谈汉学 西方汉学也不是说 我们也不能一口抹杀它 对 西方人读中国书的能力 他如果经过很好的 研究研究院的训练 包括像你的 Stanford 或者 Princeton 或者 Harvard Yale 如果很好的教授 给他们很好的指导 他也可以看古术 看得非常认真 也可以 因为他的文化背景不同 他可以提出的问题 我们大概 平时不大会想到一个问题 并不是他比我们聪明的 而是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文化背景 提出不同的问题 不过问题也在这里 就是他们往往 就是从自己文化里面 所引申出来的问题 就慢慢强加于中国身上 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完全根据汉学的研究 来做研究中国 也不是很妥当的 就对于我们也不能 完全根据日本人的研究 做我们的标准 对不对 但是都是可以参考的 都是可以 因为西方人也有一点 也不能说他没有文化优越感 他总觉得他的训练 他的理论 是东方所不及的 这样的人想法也很有的 但是不必把个别的人 当成整个汉学界来看 汉学界也有许多人很谦虚的 很愿意向中国学习的 但是中国要自己做出程序来 它自然 它在西方会接受会影响 我在五十年代来 到美国 在后来的十几二十年中间 我发现许多中国的三十年代的最好的研究 都慢慢变成这个被西方接受了 虽然不是直接翻译过来 但是影响明明在来 你必须要成一些东西 西方人就研究隋唐史的 虽然不是完全接受 至少都要以它为重要参考 比如说像荷兰的有名的 这个Zurich 研究这个佛教征服中国 这个布里斯康克到China 然后它变成这个荷兰的国宝 对不对 但是它那个 那个基本上东西 可以说大架构 是继承的 汤永同先生 就是捍卫两级南北朝四江府 佛教室 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赵超 它也经过四级运 它也研究凡文 它也研究巴黎文 研究原始经典 也参照中国的这个语经 各种翻译 但是基本上 它受了这个唐先生的这个影响 但没有直接的诗成关系 没有诗成关系 没有诗成关系 所以我认为中国东西做得好的 也慢慢会自然会在西方 或者在日本受到重视 所以不必担心 还有一种情况 当我自己观察变成的 就是有一些西方学者 受到华裔前辈学者影响 比较深的 他的治学方向 跟纯粹受西方学者影响的 又有不太一样 就像尼德卫先生 他是跟冯燕先生 像尼德卫先生的学术来的 所以他在文献方面 下的功夫 就跟你单纯是 跟学近代的一些 西方的大家 可能有出路数上的区别 您过去培养了很多 也有一些 美国的学者的学生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 有诗成方面影响 这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早期 中国的学者 在西方汉学界影响 就像尼哈佛为说 为例 杨延伸先生影响很多 他指导很多先生 学生 这个红先生 虽然没有直接教授 但是 大家 他指导的人也相当不少 许多人像 像这个 李德卫先生 就是 可以说是 很早就跟他在一块儿讨论 张学生这个问题 他受到的歧视很大 当然 李德卫先生 也 也在日本受过 像岛田宣寺 你想 多少年前 跟 岛田先生的耶稣以前 我在家里聊天 他还记得 这个 李德卫先生 怎么样 好学 所以 换句话说 西方 这个 第一流的 这个 全新 全新 全新研究中国的人 像李先生这种 那确实是 对这个 文献的把握 掌握 是比较 这个 确实的 像现在也有一种人 有受了 什么后现代 后结构主义 后殖民地 这些 死血影响 慢慢的 也有虚伏的一条路 这个 这样的东西 并不是很多 同时 大概 现有 跟文学 哲学关系 还大一点 跟研究历史 你很难 变出很大的花样了 对 除非你福利 有历史 有客观性 没有东西是客观的 都是一个 语言的问题 如果这样看法 那就不 根本就不必 研究历史了 是不是 所以我想真正的 史学界 就包括西方 这个 主流的史学界 也不接受 也会考虑 后现代的 某些说法 但是不会把它 当成 太严重的 一种障碍 所以我想我们 中国人 有一个大问题 就常常追逐 西方潮流 什么东西 中国 在西方流行 我们马上 中国就要有 或者 或者 女性主义 或者是 种族的问题 或者是 甚至 街际意识 特别在某一点上 执着 只坐在某一点上 你就很麻烦了 你看来看去 都是那个东西 所以你要 你要能够有 宽广的眼光 多远的观点 研究历史 我想你的收获 会比较 确实 是 因为您讲到 这些新理论 包括 在Stanford 我看有两个例子 就是经常 黑灯外过来 还有 Richard Roughty 他们最后 哲学系 对他们都是采取一种 抵触排斥 他们都在 比较文学系 这样思想 比较有 心潮 心情 但哲学系 并不接受他们 不认为他们真正是 哲学和思想 对吗 所以 反而尼德卫教授 倒是哲学系的教授 因为他讲逻辑课 对西方的哲学 有一些素养 所以这方面 反而是比较少见的 对哲学系所接受的 搞中国思想史和哲学的教授 另外我们那边还有一位就是搞 现代思想 就是Masker 莫子克写 他在中国方面也下了很大 是的 最近他把他的一批书送到图书馆 我就看 他很多的书都做了很大量 每一批都是原本 是的 而且看得很细 后来我就跟他自己讲 我说这些书 你应该自己留起来 他说 哎呀太多了 他说已经退休了 我说一些每一批都是你看书 所以看见 他也是可能在哈佛时候 您可能那时候跟他有些书 是的 他比我迟了 我在教书的时候 他还是做研究生了 我未必没有教过他 没有教过他 他主要是史华兹的学生 他研究是现代 不过他的古代 慢慢兴起越来越大 所以 而他是认真 他的热情 他都是了不得的 他对中国是真正的爱好 他把中国文化是非常 当一个 一种另外一个跟西方不同的文化 来做研究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 比西方文化低 或者怎么样 当然也不是说 故意说中国 一切都是中国比别的高 也不 那就不是历史的态度了 才是历史的态度 你基本上就是 把一个客观东西 当一个 让他还原 尽量地回到他原来状态 所以 莫子科 我想他的 他的著作也相当多 影响也不小的 这多少年来 他特别喜欢用中文 发表文章 所以他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张浩先生 是至教 我最初认识他也 因为张浩先生 非常好 所以我对他也非常欣赏 而且非常佩服他的 他跟我也提出过 他跟我也提出过许多讨论 不过我没有时间去详细答复他 不过我想基本上我想 大家可以互相说得通的 是 跟张浩先生 是更改的 因为我们历史 基本上是一个经验科学 对不对 经验的东西 就要有出的新的经验 你修的经验 去概括 就要给修改 所以这永远是要修改的 所以你可以提出某些看法 对历史的了解加深 让别人在一时之间 让人家有新的看法 新的见解 甚至于有新的视野 那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 不是一次做接力以后 就永远不能修改了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有 容忍不同观点的 这样一个风度 才能做历史的研究 有些人过于自信 或者那就是再加上 采用一些武断的 这个历史理论 那就不可救药了 您刚才谈到就是 您早期还受到一些 经济的技术 有没有就是说 自己思想一些轨迹 就从过去 现在比较开放 还有思想可能再发展 那个可能的变化中间 有没有大概一个轨迹 就是后来我研究 清朝书提出一个 就所谓内在的理论 西方的 这有许多观念 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影响你 而是你从里面 这个思想本身里面 它有一套逻辑 一套思路 这个思路逼得你想提出 某些新的问题来 并不是说有了个什么 外面有个什么新的历史上 经验上的 生活上的变化 然后你才思想上就是它的反应 那个绝对的反应论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这是我在后来研究 清朝这个明清的变化 所以怎么样 从明清的理学 明代的理学 转为清代的考证 这中间有一个 自己思想史内部的理路 这个理路我认为是很清楚的 就是后来我研究 我就接触到这个 这汤姆斯库的 所谓科学革命 paradigm的典型的变化 这里面也有许多 跟我本来的想法相通的 我最初并没有受到它影响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1962才出来的 我当时并没有注意 但是后来发现也可以有些地方 跟它的说法并不违背的 它的说法解释科学的 但是我的说法是解释人文的 但是它也认为 它那个讲的paradigm 讲那些变化 最初是受到音乐啊 这个戏剧啊 各方面的影响来的 所以是从人文方面来的 所以它有一种新的说法 就是一种变化 是忽然而来的变化 是不是 它不是说我们想象的 这个科学是一步一步的 积累上来的 到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不是 就是原来那套 且是科学的 且是自然界的现象 不能成立了 是 你必须要换一套 换一套理论了 所以像我们讲中国这个 像古延武他们所谓的开山 汉学的开山 实际上也都是一种基本上的转变 就是典范的转变 到近代思江市有没有 到胡适学校的校园 那也是因为我胡适 这个哲学史大纲之所以轰动一时 并不是它这个旧学好得不得了 它旧学比它好人多得很 是吧 就是它的学生中间 顾结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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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思年 之类的 就学 恐怕只有在它之上 还不在它之下 但是它 它们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基本的观点 整个的观点 就整体的观点 它们没有 所以它是零零脆脆的 所以那胡适一讲出来 拿出一个新的典范 把所有过去讲 诸子跟金学 这种东西 都安排一个位置 它们会混然贯通的 就是完全对的了 这个看法是 就是他们眼界为之一心 这个一心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种胡适的贡献实际上是在这里 不是说它读古书 它也没有 另外一方面 我要加一个 它也并没有是 运用这个所谓 度威的实验主义 没有 那并不是的 那个只是在方法论上 给它的启示 所以那个观点 所以胡适的 《哲学四大纲》 是1919年出版的 然后 这个 它1917年教书 照古吉刚的描结 在唐上已经佩服得不得了 因为它把所有东西 整理出一套系统来了 而这系统 是有意义的 是可以 它自己可以接受的 可以联系的 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再发展的 所以就后来发生 是故事变质的东西的 所以任何一个新的 开山的工作 它一定留下许多 无数的事情 要别人去做 不是说一次写 写一本小书 写一本《这些四大纲》上色 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到几十年后 差不多四四五四六年 我看《胡适刚日记》 它又看了一遍 胡适的《这些四大纲》 还是表示佩服 这是天才 那种种 那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这个 空的所谓典范说 是有道理的 刚才 谈到一些 就是说 您自己 就现在做的一些研究 有没有最新的 最近的 主要是在哪一段看 也上次 我自己也研究 我自己研究的工作 我做最近的当然就是从朱西 这两本朱西的书开始 这两本书虽然受到注意 但是真正要读完我这两本书 而知道它什么的 很麻烦很困难的 这是我花了前后 总有五六年的准备时间 才写出来的 这个写出来以后 我就讨论到儒学最初到底是什么 他的关怀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在我看来儒家 最基本的是要把天下无道 改为天下有道 就从孔子里来 就是他不是真的讲形而上学 或者讲宇宙论 这些在早期儒家 儒家的宇宙论都很少讲的 不是没有这个观念 但是也不特别强调它 形而上学 在孔子里可以说根本还不能成立 但孟子讲信上说 有接触到这个所谓形而上学 反正也是没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后来的儒家的 这个讲儒家形而上的 或者讲这个儒家的这个宇宙论的 多半是根据像中庸跟大学 这都是理计里面的 后来的东西 这里面已经 学者已经指出 已经受到教的影响了 道教是比较思辨式的 比儒家更多 所以到了佛教传达 当然就提出更多的 行而上的问题了 这就是到了宋明理学 所以宋明理学在行而上学方面 是有所发展的 那这个发展 它基本关怀 还是要建立一个 现在新的人间秩序 而不是要给你建立一个 天国的想象 或者关于神国的想象 对不对 所以它那个 它那个 行而上学 是为了它这个 这个重新建造世界 重新回到三代的社序 作为它的这个 主要的考虑 所以从这个一点出发的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 根据西方哲学观点 拼命讲到 这个 把宋明理学 当成一种行而上学 或者 或者这个道德哲学 来讲的话 它是有所偏的 它不是那样一个考虑的方式 就是现在 因为我们把哲学 从中国思想中间 又撇出来了 实际上是以西方为准的 你去看冯又兰的哲学是 他讲的实际上 他讲的哲学是 柏拉图哲学 亚里斯多德哲学 或者 或者《新世代论》的说法 对 这个 陈英雄说他这个 对 用《新世代论》 解释柱子 实际上 用《新世代论》 解释柱子 是很荒唐的 实际上是 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可以说 只能说 某些 一两个 你的某一个观念 好像可以凑合 但是那个 整体讲 主席关心的 并不是要建立一个 一个一个 行而上学 它基本上是要 要参加 要给社会 改进社会的 所以它始终 跟政治有 极密切的关系 它不是要做官 它不是学而又 就骂了儒家 学而又责事 它是要改变这个社会 这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传统 一直到今天就如此 它不一定要参加做官 要改变这个社会 当然要把这个社会 从无道 不合理 改成合理 把不正义 变成改成正义 这是主席 所以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党的活动 所以变成 道学变成一党 被人攻击 原因就在这里 它是要结合同志 希望说服这个 这个孝宗 他把孝宗几乎当成 这个王安石的神仲一样 他可以跟我改变 所以这是我的重要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发现 这个发现别人没注意的 从前讲亲缘党禁 都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会有个亲缘党禁 是不是 而且主席的人好像也没有党 事实上是有党的 那个党不过不是这个狭义的 磨起个人利益的政党 而是要把个人利益撇开 从公共观点看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把这个社会改变过来 就是让自私自利 捡到它最小的限度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把这个所谓三代之道 重新扳回来 遥顺之道 让它从无道变成有道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 我就发现继续再追下去 王阳明也是如此 所以王阳明 这个也不是说光讲良知 这样良知生先生地 他最后还是要把人籍世界 变成一个理想的 比较理想的世界 所以他后来 就是后来有一个明朝末年代的人 叫陈龙正的 他读这个王阳明的 这个良知学说 他就认为这良知学说 就是要恢复三代之治 所以这是对的 因为王阳明所要推动的 也是政治 也是一个合理 还不是一个狭野的政治 是一个广义的社会秩序 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所以我觉得建立社会生意社会秩序 是宋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关怀 到青苏三家家还是如此 就是到了全家以后 因为看到张学成 他们到后来禁王一送 他们还是流露出 要回到一个好的社会 带队想讲的 反对的是以理杀人 对不对 还要讲的是这个 根据建立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 对不对 不是一个很冷酷 无情的 这个 这种 讲严格道德的那种社会 道德是合乎人情的 另外就是这样建立 所谓建立整个持续来讲 在中国 这里我是一个最近的发现 就是在西方也有它的例子 我最近看到一本 这个Charles Taylor 这个人是Oxford训练的 是贾尔拉人 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 跟他研究历史 哲学史 思想史 宗教史 各方面 综合 来看这个社会变化 最近一本新书 继承它八九年代吧 八十年代 还有一本书叫 自我的来源 Sources of Self 那也是讲 这个 讲人的 现代人的自我 怎么样建立的 最近这本新书叫做 叫做 俗世的时代 就 Secular Age 这本书很有趣味 因为我看这本书 本来它讲的西方 都是跟中国没关系 不过也碰到中国 他认为这个从西方 也是从十世纪以后 在五一复兴以前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讲话 它就叫Reform 改革 整个在这个世界 整个改革 重新改革过 这个改革之内 有一部分是讲内圣的 有一部分讲外卫的 跟我讲的这个朱熹 到王阳明这一段 是非常相像的 但是他无以明知 他认为这是一个 追求改革的时代 一直到 到这个什么时代 到这个 宗教革命 到后来的 甚至积蒙运动 都是要 建造一个 改良 改良 我们现代社会 这跟中国 可以说中国 跟西方 在这个追求上面 是相同的 我在这个 宋宁那本书上 就讲这个 这个谁的 给谁 给田浩 田浩的那个 主席的思维世界的 新版 做序 我就引用了这个 Charles Turner这一段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里可以看出来 中国 东方西方 它都有四路相同的 但这里 也不是说一个 什么历史规律 或者什么历史阶段 人类到某一个阶段 他就觉得 这个社会 不可理性 想过非改革 不改革过 活不下去了 反映人类本身的一个 但是它背景不同 它有宗教背景 有些是 它讲的是 新柏拉图派 或者 新的 就是 斯多哥派 都有不同的来源 所以它要求东西 要求改变的方式 跟中国 成诸路亡 很不像 但是 作为整个的整体运动 由于是 今生世界的人 出来 站出来 要重新整整的乾坤 重新整整的新的世界 这是相同的 所以 这研究历史 跟我们的现实 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所以你只要懂得历史 你就懂 因为历史 也是过去的现实 也是经过 每一个阶段人 自己摸索 创作 创造 甚至挫折 而来的东西 我们现在也有许多挫折 也有许多摸索 也有许多创造 也有许多 也有许多 失败 但这种一加起来 它会 整个整体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所以这就是 研究历史 在今天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尤其在中国 这样一个长期的 不断的 连续性的历史 而就连续性的实学研究 是 是的 那您最近就是说 有没有新的计划 新的计划 现在年纪大了 走一步是一步 我本来的计划 是希望 这个 能够在唐代 再做一点工作 因为我差不多 每一个时代 我都有专书 但是我唐代 没有写出来 就是关于唐代的 我认为唐代 有一个 在中国精神史上 是很重要的 一点 就是别的时代所没有的 就是 一个是佛教传来 一个是诗 所以诗人跟高僧 是唐代应该 今天世界我们应该 最注意的 两个方面 这个两方面 互相有关 关系密切的 比如像王维 对不对 因为他的诗 最有禅宗意味的 你就像杜芙 他是 他是 门对七祖山 对不对 他对这个 神会一派 这个新的禅宗 有极高的兴趣 就是在 钱慕寨 住这个 渡师里面 就讲得非常兴趣 所以 这就是后来 胡适研究神会 神会 因为大家都忘了 神会东西没有了 所以都留在东黄 那东黄 都被 法国的 这个 薄熙和 跟英国的 大音博物馆 在当初 给他工作的 试探 试探 所以这些东西慢慢地 后来 中国也搬回来 日本也搬回来 盘金的早期文字也出来 这里面你可以看出 禅宗的影响之大 因为禅宗是一个 中国创造的福教 它不是跟原始福教 有大不相同之处 因为原来是福教 反锁得不得了 对不对 有几千万字翻译过来 但是这个一般人受不了 所以这禅宗出来 就把这个不利文字 对不对 所以就持之本性 所以这里就是 可以 这传宗精神 跟诗人精神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好好研究 不过我自己年纪大了 现在身体 又不如从前 到底能做多少 现在不敢说 这部事如果做完了 你们整个 虽然没有专门 写过《通史》 但是实际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我认为 写《通史》 这个想法 我们应该修改 不是说 不应该写 因为中国原来的《通史》 不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通史》 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 实际上是一本教科书 对不对 都有西方式的教科书 那是根据 别人的研究 综合起来 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律师》 有这样的看法 从头到尾 一个趋势 中国的所谓《通史》 是司马迁的说法 司马迁的说法 就是明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这个是个人 一个智慧的看法 根本不是用自己的智慧 来贯通古今 而不是管别人 怎么研究了 我要把它综合起来 那这不是中国的 那种所谓《通史》的通法 不是这样的通法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 写《通史》 不是一定要采取 司马迁的方式 从上古 传语时代 一直写到汉武帝 那个所谓《通史》 实际上 我们现在写的《通史》 我们现在要得《通史》 而且每一方面都要通 对不对 所以你要研究思想 可以做手 可以宗教方面 也可以做手 你可以研究社会变化 也可以做手 对不对 这个都需要 所以不是一个人能做的 也不是一个人 能够写一部《通史》 出来就解决了 所以从前有个说法 这是余大为说出来的 就是陈英雀早年有个想法 要写一部《通史》 那个我想他早期的想法 实际上也是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来的 中国人总想法也是一股古代史 从古道经济历史 消化在自己脑子里 用最经典的语言提炼出来 这是一个想象 这是历史上 实际上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做到是不是都有用 也很难说 因为我们现在说老实话 我们读司马迁 还不是看他的《一家之言》 也不是看他《明天人记》 还是看他保留许多史实 对不对 所以陈英雀后来 根本不写任何段代史 通史 他只写他专门的题目 从头到尾 比如说常态 政治史书论稿 随唐制度渊言 列论稿 列论稿 这些都是 它是贯通的 但是它专门很精致的 原创性的研究 不是什么都 大小都包括进来 那种同时是 一般人看看 稀有作用 稀有它的价值 因为并不 我们在现代社会 不能没有这样的书 可是这样的书 不是我们 学术研究方面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因为重要就是你有开创性的 用过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提出别人没有提出的观点 得到前人没有得到结论 而这个结论是有很坚强的证据支持的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意思 最要紧的是要对证据 证据这个东西尊重 如果没有证据 那随便怎么说 你说这样一套一套 我说那样一套 那就完了 那你就没有是非可言 也没有真假可言 也没有错对可言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想 这个历史最后有一个关口 你逃不过的 那就是你又没有证据 你证据怎么来的 你是不是把这个 对你不利的 理论的不利的证据都隐磨的 都放在一边 就挑出对你论证有利的证据做证据 那就不是证据了 对不对 那样的话就任何东西都可以成立了 所以这是这个关键性 我们研究历史最后 这一套关是不能过的 所以我认为 所谓这个史学家来讲 不管你用什么理论 不管你好像自己思想怎么样开放种种 四通八达 如果你没有证据这一关守不住 你完全都是 这个站不住 一下就垮掉了 那就等于造一个大房子 底下都是杀 这一套整个大房子就卸下来了 刚才他通史像钱先生 还有四面先生 还都是试图做写通史 他当时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教科书的目的 那当然 因为那中国当然有这个小 有这个传统 大家都想写通史 像我老师 钱先生的通史 国师大哥 是很了不得的著作 但是那个要做教科书讲 也不一定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讲的太简单了 他里面讨论对象 有时候是陈英轩 有时候是李思绵 有时候是某一个专门学者 你要不了解他 他又没指名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那只有非常高 非常高程度的人才能看 程度低的人看不了 同时他也有他的自己的见解 中国历史的变化动力在哪里 这种种 我当然现在不能在这里 详细发挥了 不过我要提示大家 要读国师大纲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像从前我看看左派的学者 像胡神 骂国师大纲 拿着引论来集结 那个都是不 某人都没有抓到痛痒之处 那是拿意识形态来拨他 那拨不住的 因为他根据的是某些变化 你也可以说他那个变化 选择是有偏见的 那可以 你可以提出你新的看法来 你可以补充他没有碰到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定有的 而且前先生自己有这个度量的 当我当初读他的时候 做笔记 他就叫我 你这个笔记 不要每页都写满 你各页空的 将来看到别人跟我看法不同的 你可以也可以记下来 这样就可以比较 可以有变化 所以我认为前先生 是一个现代的史学家 他有这个哑量 可以容纳不同的见解的 不是说我这个说法 一生不变了 到我到这为止了 这是中国读书人这个狂生 常常有的一种心态 但今天我们还是看到很多 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希望至少一般来讲 中国学术界 史学界能多出一点 这个学文 这个确实 根底这个坚固 证据充分 但是有哑量 永远不同的看法 可以是批划你的看法 你得好好考虑 因为人的思想 人的脑子这么一点点 哪里能考虑 什么都包含进去 不可能自己 所以这种是共业 史学是个共业 任何人 就是哲学一样也是个共业 作为一个学们 学们来讲 不是任何人能够在这里面 这个 心疯作脏 建立霸权的地方 没有这个学术界没有霸权可见 霸权遇到证据就垮 过去您写一篇文章讲的 就是从十九世纪末 对古典学研究的训练 是 这是一个大问题 你要建立很好的证据 必须要有语言的基础 古典的训练 因为没有这个训练 没有这个语言的基础 你根本不知道那是证据 你当面错过 如果你有这个见解 那那个好像看来 不是什么重要的证据 结果变成非常重要的证据 你像我们在 在读陈云学的书里面 就往往有这种意外的发现 这就是他比别人高出一头的地方 他比别人不经意的地方 他能找出极重要证据来 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过去在北师大 那个白寿余先生这个讲 他看陈云学先生 八十万字写 比如是别人 他说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就说明他没有这个 这种这个见识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当时亲自听说 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初出这个书 另外您讲的刚才讲到胡绳 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 胡绳的晚年反思 就是他后来也有很大的反思 对他以前的这个历史学 大家经过晚年有很大反思 特别是最后的三四年 他已经不再到主流的这个 当时研究里面去了 他考虑行为 所以我可能想 每一个学者都有思想 这个方面的这个 随着开放阅读 到晚年不同的一些东西 对啊 因为胡绳我只见过一次 就是好像后来 王延华先生还写过 对 你懂 那就是在他到美国来开一个 辛亥革命的会 完了以后就访问耶鲁 我代表学校出来招待他们 谈得还很好的 谈到胡绳最有趣的就是这个交换 他就认为胡绳在学书上还是进步的 我们还尊敬他 政治上是不行的 我说我们海外跟你想法刚刚相反 因为胡绳到底 后来没有时间做学文 在学文上可以改进地方太多了 但是他政治上提出的 对于民主的要求 对于人权的要求 对于自由的要求 到现在还没有过时 他很有风度 他笑笑他也不谈了 我们就改变话题 所以从这里我可以看出来 他也不是一个非常那样 那样党性特强的武断的人 因为有时候你处在某一个地位 你大概不能不说某些话 我们也可以了解的 对人不能过分的 我说对别人应该尽量的宽 对自己可以尽量的严 这是我的看法